也是 直到现在为止 我们还不知道姚诚儿子的大名字叫什么 但是她的好朋友兼著名编剧命财神 倒是有一个很好的想法 只不过看一家父母能不能接受 最近叫随便 所以姚诚家还没有叫随便 如果要取的话 我就这么一个名 爱用不用了 随随便便对好友姚诚家宝宝取名随便 命财神最近还随便登上了一档相亲节目 而她一亮相 就被眼前24位女嘉宾随便的集体灭灯 让宁财神当场有些吓呼来台 这个奇观已经有快四年没有出现过 我觉得大家太以貌体人了 这边灭了这种灯 这边会有一种不平 对对对 我也不知道什么事 没有就 他们就长得太难看了吧 但是如果 对他们也没有给我时间 让我让我让我那个自我介绍一下 我觉得她的内在美比外在美多好多分 对所以我觉得那24个女人灭灯 因为他们跟她的相处的时间不熟 宁财神 《非诚勿扰》上跨界坐上电平席 最初目的是要体验生活 为下一步信息搜集资料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被24位女嘉宾集体灭灯后 自信心严重受挫 始终难以恢复 在当天发布回现场 她忍不住又提出这样的问题 也请大家多多关注即将播出的龙门标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